接下來進到我們的最後一櫃 這個真的很帥 這個上面是世界政府十五老星 What?! 五老星乘三 對 五老星乘三 最左邊最右邊是舊的工作室 是比較貴的一款 當初網路價炒到原本定價的兩三倍左右 都有人收 對 那一開始我就有兩套 所以五老星我就送了最左左上角這一套 去改色 對 我就是把白的改黑的 把黑的跟白的跌倒是非啊 跟世界政府一樣啊 不是啊 然後中間是新的工作室叫OT工作室 它的做工稍微比較沒那麼 就是沒那麼細緻 而且有一些通病 就椅子容易斷啊 然後站著那種 我知道它好像有點凹突不平還是什麼 就椅子卡下去的位置好像 不太一樣 所以後面也是降價蠻多的 但我個人呢 覺得它的後面的牆壁做的蠻厚的 雖然我當初在搬的時候 覺得我只要搬三個電腦 搬三個電視 真的很大耶 看起來這超大的 對 那我就把它買來當背景 這三個背景都是OT和洛斯的 然後我就把它拿來搭配原本的物老星 組成新的單元 所以那個什麼 所以左右的那五老星沒有背景 沒有背景 它背景全部都是偶經 所以我買了三個背景來組 哈哈 才有三個背景來組 對然後前面就是 隸屬世界政府的直接組織嘛 就是CP9 CP9 對CP9 然後跟那個黃金電話蟲 有塗抹力 對 就把系列擺在一起 哇 這個也是老物中的老物的概念 對 我還蠻喜歡我的海軍系列的 好 然後再往下一層呢 就是 海軍 所有的海軍 上將 中將 跟小兵 然後 這一層比較 比較有看頭是什麼 應該是 就是目前海軍的人我都有 都有嘛 然後他後期還有很多的 陸續繼續共鳴 因為都有下單這樣 然後有一個畫龍點睛可愛的 親自小企鵝 那一隻企鵝 我記得我們上次在那個 就是上一部 我們的百萬收藏裡面 我記得我有拍到這一隻 對 我們 那邊又特別可愛 我就說 喔 很多人喜歡這隻企鵝 對 這隻企鵝真的太可愛了 然後後面兩隻我是用共鳴的 親自 極美親自2.0 極美系列2.0 極美刺拳2.0 對 因為它本來 它下面還有一個大地帶 那我們要買 因為愛與空間 喔 那地帶很佔空間 對 會在墊上覺得太更高 而且我覺得同框性就沒那麼好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這個高度 然後下面我墊了壓克力 之後空度就會差不多 其實我在考 我那時候 因為我自己現在如果家裡面有腳踏車 然後我其實有在想要買赤犬 就是2.0的 對 因為一的其實比較貴啦 二的比較便宜 而且看起來其實又還不錯 對 我覺得也不輸 而且我就是故意這樣子擺 就是 就是右邊是海軍的舊的系列跟元老 就元帥啊 對 元帥 然後跟一些老人們 對 然後左邊就是比較新生代的中將 對 然後所以就是 區分 也用這種區分 就是親自跟刺拳在故事裡面 所以後來分島洋去做一個改變 對 然後中間的那隻刺拳呢 是用POP去改 的刺拳去改的 POP當初三張將也不便宜 對 也不便宜 而且當初沒有 沒有元帥的造型 所以我就拿去改一個這樣 現在也沒出吧 POP也沒出元帥到處 也沒有 但是GK多少少用 對 等一下下面還有一隻大元帥工作室 大玩家 大玩家的元帥刺拳 其實還不錯 因為中將其實中將系列很少有收這麼齊的 因為大部分人就可能收 我喜歡的那幾隻 或是提納 應該很多人是收提納 可以看提納 以前提納就是那個GK先出嘛 那後來POP又有出 對 然後這邊有一隻比較特別 就是那美的媽媽 對 那那美的媽媽 他之前是海兵 海軍 對 他是海軍 是海軍 然後就是買北藝片的那美去改 對 加個披風 對 所以他是特別 就奧斯卡是特別拿去改的 對 特別拿去改 對 其實改的還蠻 你如果沒有特別講話 大家應該看不太清楚 對 就覺得他原本就長這樣 對對對 但是其實是特別改 還不錯啊 真的造型蠻好看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一層 最下面這一層呢 就是推進成篇 對 推進成篇 跟頂上戰爭 對 那這個獨龍牆呢 也是GEST2 就是我覺得很喜歡 GEST2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品質跟戲劇張力的 然後他很喜歡做大場景 對 真的很讚 然後但是前面的 前面的那個 那個 獨龍 替身 這應該是替身 替身的獨龍 替身的 替身的 波羅拔 我覺得也做得蠻棒 對 就是一個時代的交替嘛 對 對 前後任 所長 頂獄長 對對對 那我覺得很讚 我忘記他那種 啊 小沙弟 對 小沙弟 小沙弟 皮有皮 在這邊 再次跟小黑跟替身 那個 請求 可不可以出個監獄獸 對對對 欸對 監獄獸好像沒有人出 對我想要買監獄獸 那個 要1比8的喔 不要做成1比6 等一下都做那個 很大隻或很小隻 對 不要WCFBD Oh God Please No 你很奇怪 對 拜託了 謝謝你 好 然後呢 這個 SAR2也蠻特別 SAR2我是拿PoP的 SAR2 那個以前版本的 以前的PoP 去改的 喔 對 然後把它改成監獄服 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被關在裡面 一起闖出來 然後右邊就是頂上三陣的場景嘛 就是從 從那個處形台 看到這個 山上將 然後跟 魯夫 搬牆壁馬 為了救哥哥去單挑 這個 這個很有特色 這一隻 這隻魯夫我忘記是哪個工作室 Master Oh Master 就是這一隻很多人就會拿來搭 搭山上將的造型 對 Master 這一隻 這隻魯夫是Master 對對對 他就是 我覺得他的那個海浪座很漂亮 然後他拿那個船桿 就是做得很好看 後面的那三隻是 山上將是那個 魔玩殿堂的 經典 非常經典 但是現在也有新出的工作室在住 對 有兩三家的工作室同時在住 我自己也有買 我自己也有買新的 對 以前的舊的我也玩過啦 然後後來 後來想說 有點太戰功間 算了賣掉了 然後後來新的又出了 我就啊那要不然再買 對 還有出行台 出行台就很讚 對 然後前面三隻魯夫就是 新到的 我忘記是什麼工作室 是AA嗎 我忘記不知道 沒看過 就是寧昌景系列的三色魯夫 哦 對 就是兩年前兩年後跟格島 對 對 的造型 那個白鬍子的墓碑是 一般常改的還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那一般常改的小很多 這個是GK 哦 是有特別出那個 對 有特別 這個是 這公司是什麼 零度 零度 還是零度空間 我忘記了 不知道 什麼零什麼的 我好像沒有 沒特別看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對 它是 墓碑這樣 然後這隻魯夫 二檔魯夫也有去做 改 就是把它改成 蒸汽版本 對 然後還有 那時候在打那個 CP的時候 對 然後這隻蠟燭魯夫 也是拿 一般的BLP魯夫 做上GK特效件 就是一起 那時候 Mr.3幫他套這個蠟燭 他可以去抵擋補術 對 這是一個蠻感人的故事 然後跟監獄的 艾斯 還有 就是 金柏華的戰果 做一個前後呼應的比較 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有看那個 不知道是動畫還是看漫畫感動畫哭 就是那時候那個Mr.2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幫他們走走自己留在那裡 對 從容複翼那樣感覺 對 所以我不禁讓我想起那個 什麽十月 欸 什麽十面白虎 對 十面白虎還是什麽 圍城 十月圍城 對 那部電影 什麽 快走啊 我叫王富銘 對 真的很讚 然後還有監獄 監獄的是 監獄的艾斯 我忘記是哪一家 我只知道他好像很熟 鏡像 啊鏡像的 很重啊 我記得聽說他很重 運費很貴 對 運費很貴 我這樣子複習起來發現 騎車有很多都有都記得 可是還可以講得出他們是什麽工作 還講得出來是哪一家工作 欸 其實你看我們剛剛從頭到尾講 工作室名字很多欸 很多欸 我們講了幾十種有了 應該有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啦 這裡面最有特色 我覺得我還是很喜歡魔玩 但魔玩然後處心臺 但問題是 真的 有空間可以放那麼多的不多 所以要像奧斯卡這個大展場 要擠 對這空間是個要求 對真的空間是個要求 好那我們就是 就差不多 對導覽這個收藏到這裡嗎 對啊我們的收藏展區就差不多到這裡 那我們就進入我們的 那個就是我們有準備了幾個問題要來問奧斯卡 QA時間 對QA時間 那我們就GO 好OK那我們在參觀完奧斯卡的收藏之後呢 那我們最後呢簡單準備了幾個問題 相信也是各位觀眾想要問奧斯卡的 那我們就準備了幾個問題來問奧斯卡 第一個問題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為什麼要入坑GK坑 好入坑GK坑 就這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 因為一開始我跟大多數的玩家一樣嘛 只知道說有景品 然後有一番場 有POP 因為都是官方的東西比較 比較有流通性 那我也是去了台北地下街 去了解了一圈之後 然後從PVC開始買 那買一買之後我就發現 欸不對啊 為什麼白鬍仔這一團 我只有 像POP來講只有白鬍子 花劍 然後 馬可 馬可跟艾斯 那為什麼 怎麼會有人有好幾隻 我沒看過的東西 對 發現有GK 原來他是有材質上的不一樣 然後才開始買 所以 我的共鳴第一片 應該是從白鬍子 先讓他共鳴齊全 所以就是因為 為了要共鳴啦 所以 所以才入坑 簡單來講就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POP不出玩 對 官方不出玩 對啊 官方出玩就買啊 但官方不出 對就買工作室 對就是這樣 簡單 好 好那我們第二題 第二題像我們現在剛剛看到的 奧斯卡收藏大概都是六分之一 八分之一共鳴系列 那 目前的話 除了這個之外 你未來還沒有可能想要收藏什麼 什麼系列 嗯 或者是 或者是未來可能想要特別買什麼 對 因為對我來講 最實際的還是空間問題啊 雖然大家都覺得空間已經算多了 但是說實話 以一個瘋狂的收藏家來講 還是源源不夠啊 所以我現在目前應該還是會是 Focus在一比八系列 因為持續有在出 像現在我自己算的話 每一個月我 預購應該都有 10到20隻 對 都有新下定10到20隻 那平均一個月到貨應該也是 差不多這個數量 有上次好像 到貨2、30隻 對 過年後到貨就已經 目前已經將近40隻 對 那過年後到現在才一個多月 這樣超級多 平均一天來一隻 對 然後 應該是以這個方向為目標 那有時候有些會 比較燒到我 就是 就是單體做得很帥的 特別帥 特別美 那種東西我一般來講 在我這邊我留不久 因為到時候有空間需求 還是會出售 或是先把它收進箱子裡面 對 然後等到未來真的有大空間才買出來 反正就是 還是以共鳴 希望以共鳴為主 然後可能飛躍或是 呃 飛躍還有什麼 其實只要它出1比8 我基本上都會買單 好 對 就是共鳴系列跟 海賊團啊 特別的匪夜篇我都會收 這樣 OK 好 那我們第三題 請問一下這個展場內 最貴的一隻是什麼 或者是比如說 那個系列 欸 特別難買 或者是那一隻特別貴 這樣子 呃 這個 我想一下 這要怎麼回答 因為 我很多東西是追現貨 那當然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想要你就要出比較高的價錢 所謂的非賣品 不是真的不賣嗎 是非到價錢不賣嗎 對 價錢高到OK了我就會賣 對 所以有些廠商家 或者是說看到我的真誠 願意割愛給我 我都很感謝 要感謝的人應該上百個人 那 那 這邊的話如果以 預購價 來講的話 最貴應該是 杜老師 四檔魯夫 跟 呃 起點的白鬍子 這兩隻的預購價 加運費 或應該有 差不多 可能四萬多 大概是這樣 那其他現貨 因為畢竟有一些東西 是真的很稀少 那你要買的話 就是 加到人家滿意嘛 就有些會超過這樣 但是 超過四五萬 單隻超過的也不多啦 因為我沒有像什麼 極美星之1.0 這種 這種神物啊 我沒有 沒有追到那麼高的價錢去 對對對 因為那種都屬於 單隻收藏家 他們會去追的 對 我對我來講 共鳴那個 我比較沒有這個需求 對大概是這樣 那以單程來講 很難搜 我當初搜遇到瓶頸的應該是 明哥海賊團 因為明哥海賊團 尤其是那隻 紅胖子 他很少 對 但是現在有一些新的工作室會做 那像MASTER MASTER有些人有出嘛 對 然後他們有出 就可以拚不同的工作室 對後面的玩家的兩隻比較友善 對 可以拚拚抽抽 以前選擇性太少啦 就只有一次工作室 你要嘛追高滿 要嘛就是收集不全 對 所以我在收藏的過程很常遇到一些事情 就是譬如說 這整個團有十隻角色 對 那我只圈了兩隻 但不好意思 全部的收藏架都只圈了兩隻 對 那怎麼辦 就是看誰說的價錢高 但是我們跟人家砸錢 我們又砸不贏人家 所以就要等到一個 就是剛好有人要賣 然後又被你真誠打動 又不會太誇張的敲盤子的價錢 我只要辦法買得細 那就是可能 Oscar就會可能 把那十隻都買回來 然後再慢慢的吧 對 這種事情很多 把後續就除掉 對 像明哥團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前前後後我大概買了四套還五套 所以因為 第一個人來 我只買了兩隻 第二個人來 他除了那兩隻以外 還額外有五隻 後來發現 反正這樣端端續續買 買到最後 15隻裡面 我已經有13隻了 為了最後兩隻 我又去買一個有15隻的人 因為他不願意拆兩隻 那再把另外13隻再買掉 然後那13隻賣的錢 都是見骨啦 對 真的是見骨 就想像那個 就來來回回這樣 又麻煩 所以共鳴 真的你要共鳴成一個好的場景 真的是很辛苦 對 然後大媽團我覺得也是我個人 屬一屬的喜歡的團 因為 他的 曲折離奇 不俗 對 而且我的大媽團 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因為很多請人家 手工訂製的 對 所以應該是大媽團 砸比較多錢 對 如果是以那個共鳴系列來說的話 大概是這兩個展區 對 如果有機會來奧斯卡這裡可以好好的欣賞一下 對 花了很多心思在收藏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第四 欸 第幾 第四題 欸沒有了 第四題差不多講 因為第四題我的題目是 最難收藏或是最難入手 是哪一個部分 那就合併了三次了 對對對 那就差不多 就是剛剛大家奧斯卡大概也有問完 沒關係 如果有問題下面留言 對 我再請問奧斯卡再回答你們 OK 好那請問最後一題 也是大家最想知道 最關鍵的 那目前你看這些收藏 總共累積到了幾位數 有沒有稍微透露一下 一定是有七位數 對但是 是幾百我是 就是不少 有沒有已經到八位數了 感覺 應該是沒有啦 沒有那麼多 對 那可能 15年後你問我 如果至於這樣買 你問我還是說沒有 我希望就是 大家就記住 就是差不多七位數 對 不好交代 沒有 人家都說 人家說公仔圈有那個謎音 有沒有對不對 這隻問多少錢 問就是大概兩三千塊而已 對不對 永遠都是兩三千 對永遠都是兩三千 就算這隻五萬他也說兩三千 買大買小都一樣 對對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去那個什麼 結帳的時候 人家說請問你要不要改標籤 就把它改成幾百塊 都是這樣子 對大概七位數 嗯七位數 沒有關係 如果那個什麼就是有機會 我們再來拍 搞不好到時候就 嗯 第八位是搞不好快長出來 不一定 這個我們可以靠主持人 一隻一隻去查一下錢想想 太累了吧 我是沒有想家 太累了 呃 細細小小的東西太多 對啊 好那我們大家 Q&A的問題大家問到這邊 那我們今天再次感謝 非常感謝奧斯卡 就是我 然後還有很麻煩的 那我們今天有機會 可以來這邊拍攝 那我們就做個結尾 那我們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接到我們第一手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各位 掰掰 掰掰 因為我也沒有在賣阿 所以根本就沒差 所以這是你的 你自己的 對那邊是我自己的 這裡面的空間 應該是大概 五公尺 成四公尺 因為現在這樣子 請我們的老闆奧斯卡登場 哈囉 主持人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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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